在青海湖生物殿多样性这一圈里头 黄鱼是最底层的 它也是重重之重 要是黄鱼灭绝了 这几十万只水鸟 它不可能待在这地方 它肯定要飞走的 因为它没吃的了呀 然后青海湖就成了死湖了 我是94年3月份就分到渔政管理局 就保护青海湖黄鱼 刚开始我94年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黄鱼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每年的六七月 黄鱼会有产卵的时候 那个半壳清水半壳鱼的那个状态就能看到 后来呢由于自然灾害 还有一个人为的有些捕捞 所以说对黄鱼的种穷 遭到人灭性的影响破坏 那时候的黄鱼一直捡到了 不到2600冬临灭绝了 从我三十几年工作 这么说下来的话 分阶段性的吧 我们驻扎帐篷 阻止那些偷捕的人去青海湖里边 或者是去黄鱼挥游的时候 去河道里面捕捞黄鱼 每天都是正常的巡逻 为了防止黄鱼搁浅死亡 就是防止自然灾害 对于黄鱼的迫害 省政府加大力度 保护黄鱼 慢慢的就是宣传法律 宣传这个保护黄鱼 保护青海湖环境 国家也大量投资 建立了罗里救护中心 保护这个原始鱼种 增值放流 人为的进行这个人工孵化 人工培育 现在这些池子里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的 青海湖楼梨的鱼苗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建成了 就是两个增值实验站 两个咱们工厂化的河门循环水车间 还有再加上我们露天的池塘 现在我们中心的每年 培育青海湖楼梨 这个一粮一种 两千万美的这个难力 现在为止 已经累计向青海湖投放了 咱们一粮一种 将近两亿美 通过这个二十多年的保护 随着罗里资源量的增长呢 青海湖的鸟类数量不断增加 据相关部门统计呢 到2022年的时候 青海湖的鸟类已经超过了六十万只 它的种类呢 也提高到了二百三十多 坚持我们老一辈的 实苦耐劳 充分发挥年轻的力量 保护青海湖环境生态 执行总书记的生态文明理念 这个精神 他们就在接在厉 黄鱼游得越来越欢 越冷越好 越来越多吧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 绵延五千多年的 中华文明 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易经》中说 关乎天文 关乎人文 以化成故义 财神天地之道 可像天地之一 老子中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天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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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